嘿呀,你就是史莱姆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居然想给我钢正面,是我一刀,嘿 嘿嘿,见识到我的厉害了吧 呀,我的钻石剑好像要坏掉了 得赶紧去找老王帮我修一修 老王,快快快,我的钻石剑快坏了 快帮我修一修 让我看看,不行啊,你这把剑已经修不了了 还不如重新做一把新的 啊,那这把旧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丢了吗? 这也太可惜了吧 你可以把剑缝进那边的分解炉 可以分解出钻石废物利用 哦,这么厉害吗?让我试试 哇,还真的分解出了一颗钻石 嘿嘿,太好了,这下我可以用钻石做一把新的剑了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 I-羊毛的白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非常实用的道具模组 模组中添加了可以让我们废物利用的熔炉 还有能让我们自由行动的传送感等等等等 有了这些道具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存体验更加丰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要登场的道具是分解熔炉 我们在进行生存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会经常多出一些损坏的装备呢 这些装备放在背包里面非常的占用空间 但是把它们丢掉的话又觉得很可惜 不过今天这个分解熔炉道具 就可以将这些多余的装备废物利用 制作分解熔炉的方法和普通熔炉一样 不过合成分解熔炉需要的材料是石头,不是原石 我们只需要把原石放进熔炉中收拾一下 就可以获得石头 用八块石头就能合成出分解熔炉了 分解熔炉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它跟熔炉一样,需要燃料才能起高 放入燃料以后呢 我们只需要把多余的破损装备放进分解熔炉里面 分解熔炉就会把装备分解成为原材料 不过耐久度损失的越多的物品 会按照耐久度损失的比例来减少获得的材料 如果分解的物品耐久度太少了 分解炉就不会分解出物品了 它会和下一次分解的物品叠加 直到材料足够的时候才会反方给我们钻石 有了这个分解熔炉啊 我们多余的装备就能够再次回收利用 非常的方便又实用,有没有 下一个要登场的道具呢,是传送杆 传送杆呢,是用红石火把加上青金石 还有铁钉合成的 这是一个类似于火把形状的物品 它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短距离的传送 我们只需要手持传送杆按下右键 就可以看到一个灰速的传送杆镜像 松开右键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被传送到镜像的位置上面了 传送杆可以让我们在一些复杂的地形里面来去自如 制作它的材料呢,也非常容易获得 而传送杆是没有耐久度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合成一次就可以一直使用 每次传送会消耗饥饿值 不过消耗的饥饿值非常的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你也对这些道具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下次下来试一试哦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咯